我現在在這個影片給個Progress Update Nether Cairn這間屋 這個又是三房的flat 又是在那個區域叫Manswood 這麼巧就在Parknet走過去一分鐘左右 在斜對面的 所以裝修師傅可以 同時間做兩間 如果你沒有看過我這個影片 我會在Description那裏 會給你一個YouTube Playlist 你可以看到我們收樓到現在的進展 這間屋其實In general的情況都OK 最大工程就是廚房 發覺廚房的工程是更大過我開始期望的 又是買二手樓又是有這樣的問題 我現在在那個廚房那裏 那我們原本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是要換那個Gas那個Hop的 但是因為它是低於普通的 就是低於普通的Work Height 其實這樣呢 就是說小弟哥都放在那裏 又不行 所以想著replace 就是那一塊 但是發覺呢 就是不可以只是replace一塊 因為那些東西太久 黏在一起都會扯爛了所有東西 所以可能呢 最容易就是 就是換了那個Work Height 變成了工程又大了一點 那那個貨呢 就等著 接下來下個星期到 那些貨 還有呢 那個司令那裏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司令呢 我們要拆了下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是木啊 那麼呢 木和膠呢 在廚房呢 都是不合regulation的 要用一些jibrock 一些石灰板呢 才合格 那你找了石灰板呢 又要找批檔 有多一個工序 那anyway 那個呢 就等著 這個東西呢 是等著那個 Joyner 等那些貨來了 那些廚房的貨來了 他來做 就去整個石灰板 ok 那我或者整間屋呢 和你walkthrough一下 我們做了些什麼 ok 那在廳這裏呢 在廳這裏呢 我們這盞燈呢 就整走了 原來是沒有用的 那呢 就在後面那裏 在司令那裏呢 安回一盞燈 安回一盞燈 還有呢 這裏呢 這些燈是work的 所以其實這個廳呢 就很簡單的 就是要換地毯 到時 最後搞定了所有東西 因為那些油腦 油到會很髒的 到時呢 才拔地毯 ok 因為油完油的時候 就拔地毯 做到大清潔 那就ok的了 那那個 那個 bathroom bathroom呢 bathroom呢 就 很髒 bathroom很髒 但是那些瓷磚 是很 intact 是ok的 那那些瓷瓶呢 我們換了一些 合格的 spotlight 之前是不合格的 是不防水的 這些是防水的 那那個木板在上面ok 那我們會油油 和大清潔 這個bathroom 因為真的很差 ok 那地下都ok的 那那個廳呢 基本上都ok 那地板 那每一間房呢 每一間房呢 這間房呢 地毯都會保留得到 每一間房呢 游回那部牆和屍領 那就ok的了 那這間房 三間房的 我給你看 那這裡又是這樣 就是要 要 要 那地板就保留 那些牆呢 那些牆呢 就和它 游油 那 那 喔 那屍頂呢 那屍頂呢 因為是用木 我們都不會和它游 保留著木 其實木 有些人都喜歡木的東西 Style的東西 不是說 regulation合不合格的 那這裡有個窗呢 是爛了個椅 我們要找人來搞 那這些工程呢 就不算好 但是煩 多些人 要多些人來做事 那 那 現在呢 就 再after一個禮拜 那個進展就大很多 因為那些材料 到齊 那 就 木工可以做事 那 到時候呢 再給個 progress update 你們吧 ok bye